回到家的时候又找了一份工作 然后但是家里面会觉得说 你这个饱饭工作是吧 你这太不靠谱了 你这个跟老话说什么废物似的 没什么意义你这个人生 然后我就离家出走了 就背着我那个包 又离家出走了 对 一走就走了三年 走了拿了八十块钱 八十 买了一张车票七十块钱 还剩十块钱就走了 然后在南京一干就干了两年 然后这两年的老板也挺好 因为我们自己就跟朋友一样 基本上就是所有钱都拿去 我基本上没有什么开销 也不开我公司 就是我说要用钱的时候 把公司一个一千块钱就全都给我了 反正就是每年就把所有的钱都拿去学习 然后过年的时候老板说 你这个太差劲了过年了 说我给你买身衣服 到最后真的是达了几年功 最后上班的衣服都是老板买的 也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容易学得了东西 因为技能才是真正的你的生活之本 学成了 学成了然后08年就回了北京 二十一二岁吧 那个时候年纪基本上就是失望了 基本跟那个大学毕业的那种清华百大 基本工资差不多了 然后自己二十二岁开始开了自己的工作室 有生意吗 特别没有 因为开在那种写字楼里嘛 就你从小区下面落过你都不愿意上去 因为没有人 哪有开在写字楼里的 最开始大家说没有生意啊 花店应该开路边嘛 但是就从那一年第二年之后 所有的花店50%全部都搬到写字楼里 那你怎么做到的呢 怎么把生意挽回的呢 因为都是网上找嘛 那个时候开始写博客 就每天就分享嘛 就没有 然后就拍照片也要分享 就坚持 然后就一直一直生意就好起来了 直到从网上引流到线下 然后后来大家就都搬写字楼了 因为觉得门店房租太高了 现在怎么样 13年吧 就做的就比较好了 一年我就伺候25个客人就够了 然后那年自己过生日嘛 说给自己买个什么礼物呢 就特别人性 房子不错 买套房 那时候还没限购呢 12月份圣诞节 说给自己买个礼物吧 买辆车 因为在最早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是在做很多这种大的敞物 包括一些活动啊 一些明星艺人之类的嘛 因为当时可能12年 你在市场都买到平面的杂质啊 只要上面有花的封面带艺人 基本都是我在做 这个业务是最大的敞物 所以我们就是在家里面的杂质 在家里面的杂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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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业务是怎么开展的呀 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做就是只是做花嘛 后来呢就有杂志找过来说 你是不是可以帮我们这些做一下搭配 然后这一发就不可收拾 因为别的这个人做的我们要找他 然后就大家都找来 现在做这个做的多吗 现在已经不做了 因为已经你做到了就是一定的状态了 一定的财务自由 是不是可以让更多的人去享受这份生活 而且用不贵的方式 大部分人喜欢花却并不懂花 对 尤其是对于花与健康之间的联系 并不深了解 就是大家说花与健康那件事情 就是除了薰衣草以外 所有的花尽量不要去摆在那个 我们说屋子里面 因为尤其是睡觉那个屋 你摆在睡觉的屋它是迎上睡眠的 只有薰衣草这种安神的 像尤加利之类的可以 然后也教大家就是有时候去买花的时候 怎么去买 就比如你去买的话 你说老板这个多少钱 对不对 就是一定会买你很贵 然后我们去说 这个几块 我们说直接问它几块 然后有的不懂的会说 是新鲜的吗 我们不会问 是今天到的货吗 他会知道原来你是懂的 你不是一个 就是假装的一个这样 不是个菜鸟 对 最关键我们关心价格 怎样买才会不吃亏 你拿起来还掉不掉叶子 掉叶子的话 就是在冷库里放的时间长了 然后有那种烂边 可能是五的时间长了 然后这其实是最基本 然后最简单就拿起来 垫一下看有没有手感 比较重的 就吸水比较足的 你对男士有点不利 为什么 你教会了女士怎么 这个识别这花的价格和质量的话 就男的就不能买挡折的了 我特别想把我老公介绍给你 你可以跟他聊一聊 其实生活中永远不缺美 缺的是发现美的眼睛 我相信你的这个花甜小气 能够让更多人都用发现美的眼睛 所以呢我们营朗文化 我们是一家公关公司 我们每年做很多大型的活动 我相信未来我们会有很好的合作空间 谢谢 其实我刚才更多的看到你是在用花 做一场行为艺术 然后又看到你在跟明星合作的时候 更多的又像是一种装置艺术 其实就不仅仅是插花了 所以海银会呢是一家金融科技公司 更多的我们是覆盖到一些精英人似的 那可能未来我们可以在品牌上 做一些跨界的合作 把它玩得更有意思一些 然后就我想 我倒是真的很想看一看 能碰出一个什么样的火花是谁 所以说珍藏美的方式 并不一定是要看着它绽放 而是要懂得它背后的意义是什么 真正的画 还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